我们希望说这个书是一个比较轻薄 甚至内容是好阅读好看的书 所以就决定说用30个物件 那数量上可能不多也不少 用30个物件来讲故事 Hello 我们今集的大师班导读 就是介绍了一位台湾的学者 话说我们每次介绍的对象 其实都真的是在各自行业的侨座专材 但通常他们又不是家属名 所以说为什么需要介绍就是这样 通常我们的角色就希望去涵接 就是叫做专业和大众中间的侨量 做不做就不知道的 我们会尽力所以访问就是在国语进行的 大家的兴趣就在会员区那里看 我们在公众区就讲一下这个背景 因为这个访问其实就很跟我们有关系的 杀文成博士是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副研究员 他本身就出了一套书叫做 《汉德建的台湾史》 这套书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就觉得很inspiring 因为这套书的狼去脈 我们讲一点就在大概十年前左右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就出了一套书 类似叫做《白蜜汉世界》那套书就是选100件 应该是99件的藏品 每一件就找一个那方面的专家学者去寫一个导读 就变成了一个世界史的实体版 那为什么有这本书的出现呢 就是之前他们又搞了一个BBC的节目 就每一个小时就请了专家去讲那一件的实物 接着就变了一本书 变了一本书之后变成了导详团 大家要看的 那就变成了一条龙的服务 台湾这本是inspired by他们的 但是就当然有很多台湾的元素 于是就访问了这本书的石博士 讲他的那个元气、浪龙去脈等等 我们先讲到这里 Jacky你有没有去过台湾有关的博物馆呢 台湾有关的博物馆是什么叫做有关的博物馆 如果你说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就去过一次 我们反而去过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我们一定要强调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他说是台南的 是的 那时候去旅行你没有东西走 总会走这些 总会去看一看 其实是那些爸爸妈妈旅行团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走 不是一个我实在认识很多 起码我不是很知道 就是怎样去重塑他的历史 我没有记错我开的时候 就是他去开的时候 应该是马英九年代的东西 不是那么近年代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未必真的像我们那个 就是现在的博物馆我想知道他有没有重塑一次的历史博物馆 当然是新东西来的 就是开了十年左右 通常那些朋友来到台湾旅行 看博物馆都是看护工 护工里面也是看那三个东西 什么自己太后的白玉 什么翡翠 然后那块猪蓝玉 就是那几个东西 但是去到台湾本身的朋友看 就会看到另外一些历史的选择 其实这次这本书 就是想通过台湾的一些实物 去讲台湾人的故事 当然他们叫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有政府职彩也不能够太过偏颇的 但是这个历史通常就是有主观性的了 那你选什么不选什么 怎样论述当然就有某种麦乐在里面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对我们会有很大启发呢 当香港现在是这样 很多朋友都想留一些实物 留一些实物 你怎样展示出来有个完整的麦乐 就很考功夫 我认识不少的前辈有很多藏品 但是怎样将这些藏品 去说好真正的香港历史故事 就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们看到这本书之后 台湾这个选择应该是很可取的 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文物 怎样将文物说成一个故事呢 就是各自的事情 这些才是所谓的后现代博物馆 你不是被冠书某种单一史观 你可以自己重复这个世界 这种就是对香港人来说 今时今日 我觉得是力所能及可以做的事情 是有一些意见的 但是这个如果做法的话 就和一些真的国立的历史博物馆 不单止台湾还有全世界 都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如果一个整个历史的博物馆也好 或者政府想做的博物馆也好 某程度上就不是民间 他们自己在一些民间的食品 一些自己的彩立的画作 相片去砌一个国家历史出来 反而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谈论一些真正有一个管 就是政府给钱的历史博物馆 很多时候是有一个国家的意志 我们想说一套什么的历史出来 譬如说新加坡的历史博物馆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是用中 它如何解释新加坡的存在 世界如何看待新加坡 它周边有什么问题 它是一个小红点 是一个极度不安的存在 因此是要精英主义存在的 这些就会放在新加坡的国立的历史博物馆 但现在我们说台湾历史博物馆的时候 就很尴尬 你刚才说过国立的字 就容易说 每几年转一转 是不是马英九都转了蔡英文 那我怎么写历史博物馆 理论上是历史应该超原于政治的 无论任何政府也好 就算是男营上来 它现在也不能够承识228的重要性 譬如说美国也是 你两党轮替 但是当你 譬如说马丁努德金 变成了一个法定假日的家旗 那么它的历史地位 基本上就确立了 除非有些很大的动作 或者是某些大丑闻 你才要重新去重靠历史 好像现在美国的政治正确思潮 将一堆十九世纪的名人去delist 那这个是另一件事 但是反正你很难是每一次转政府 又要改个interpretation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是香港另计 但是我想对我们的启发就是说 一定有官方背景都做到这件事的 在国际社会近年很流行民间博物馆 其实台湾也很流行 甚至中国大陆也很流行 当然有些人搞民间博物馆 就纯粹为了赚钱 譬如说济州岛 你去南韩那边 唯一中外人民共和国护照免签的南韩地方 没有去过南韩 整个国家都没有去过 济州岛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博物馆岛 有极多博物馆 全部都很新 这些是游客主导的 但是另外一种是很有心的民间博物馆 它不会代表着官方的论述 但是它就自己做了一些展品 接着讲自己的故事 你可以不认同它 那没有人看不同的展品 就有自己的得着 我近来参观过印象 最深的民间博物馆 都是这种approach 就是在爱尔兰 有一个叫做小刀柏林 在Lonely Planet也有介绍 里面就是全部民间的钱 就是没有政府的参与 那它就是有几层 那它有几个导赏员 通常你就靠导赏员讲个故事 因为否则游客 看着这些实物 你没有什么感觉 那它就会贯穿整个爱尔兰历史 接着怎样可以争取独立 军事迷路主义 那里面你会看到 它有一些自己很unique的藏品 比如说它们就出品在The Band U2 那它们有它的链铛海报 整间房间是寄账给它们 也都有以前历史的复制品 比如说铁柱炸了 那它现在重构了一个历史模型 就是你的藏品本身未必有很高的收藏钱 但是你贯穿在一起 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爱尔兰的民间历史 这件事我就觉得 无论是台湾这本书 英国那本书 爱尔兰这个馆 对香港人搞一个民间博物馆 其实是很有信息的 因为我们的物件其实是很多 而且还是很近代 那你就讲自己的故事 那你来到不同意的 那你就写第二个故事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 右下而上的历史学 英国香港人民间博物馆 台湾香港人民间博物馆 就拿回以前在这里流落的东西 但是刚才你说的 一个所谓的历史博物馆 它有很大的特征 就是它本身一定要有个论述 就是它对于整个世界的 如何看法 当然称之为历史博物馆其中很重要的 就是它要斩得开些时区 它自己理想选择些什么时区 在狹小的空间底下 它会重点放些什么 这些东西大家应该容易做到 有不同的故事 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 究竟那个人想说一套什么历史出来 哪怕香港人也好 其实你发觉 如果你下而上重构历史的话 你会发觉每个人说的东西 可以很不同 譬如说一个在新界原居民说的历史 一个在香港岛跑马地的 一些上等贵族的历史 再是一些可能真正的上海人过来的 一些老精英的历史 其实三个说的香港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博物馆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看完它 你可以将两件事抽离的 那件物件本身的历史重要性 以及它被呈现出来的历史观点 是可以脱离的 比如举例 香港六七暴动 无论你什么观点 这件事是重要的 在香港历史上是重要的 在全世界的殖民 或者是什么 整个历史是有它的一个地位 那你去到你看到有关的文物 那你就得到自己的研判 无论它叫做反英抗暴 什么都好 你看完你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结论 而我们平时看历史博物馆 也是有这个习惯的 比如说中国大陆有很多 做得很好的历史博物馆 但是你有时候可以完全超越 于它的观点 你就看那件文物 还有它的拆展也很好 但是你知道它的用心之后 你会自己露海中 会做一个debriefing 对吧 比如说 你说 但是你刚才说 哪怕是一个历史事件 反而历史不是太难处理 因为历史已经发生了 最难处理就是 在一个空间下 我选择一套 我觉得重要的历史 以六七暴动为例 你在一个可能香港赌精英 或者在一个打工仔 工厂仔的精英 或者阶层来说 六七暴动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是对于一个新界原居民来说 其实分分钟 六七暴动是进不了一个很小的博物馆空间 所以历史其实事情发生了是一件事 但是你在故事里面 排重的位置就差很远了 就是东方中队就是了 明明其实重要 不过不是那么重要的 对吧 星界原居民 他会记得可能是那期的浮屍 每一个都有他的观点 其实都是同为那个大时代 不过我的点就是 其实现在最新的历史法物馆 他都会避免有单一的历史观换穿 他的策展是想提供你的思考 你会得到各自的结论 而不是好像中国大陆那一只 现在这个就是说 反帝反直跟着人民怎么应用 他一门口就说我们想怎样 但是有时候有些不是的 我近年去得 我也经常跟朋友推介 我觉得最最最最精彩的博物馆 就是这个阿布达比罗佛公 当然他是很赔本 赔钱 很漂亮 很方便打卡 就是很多这些元素 但是他是很刻意把 不同时空的文物 不同年代 不同地方 把它混合和混合 但是它混合和混合之后 他就有一些3D 有些描述 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联 原来相较了这么远的地方 差500年 他们之间是有这样的联系 那你就可以想 究竟他的联系是怎样的 人为 还是怎样的 那是想到的 那是一个极小数 我每一个区域都会详细看之余 还去拍照 拍照 想法的地方 而这个 我相信是博物馆的未来 因为现在这么方便 有展品 网上什么都有了 你只是说一个由上而下的故事 是不耐看的 但是如果你经常调来调去 然后你自己有主动的角色 可以思考自己和律师的关系 这样才会有长调 但是你这样说完之后 你会发觉通常在我们的理解 这个就是一个不算最好的策展 不是因为他有很多人的反思不好 而是他要像你那样 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像你那样 但是美国那套元素会不会好一点呢 就是他在某一个 是否叫做斯密松尼人一个组织 他在资助着不同的族裔 不同人自己做历史 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 就是刚刚在华盛顿开大 其实所谓刚刚也是奥巴马年代 开了一个非裔的美国人的历史博物馆 那个做得非常漂亮 他整个将美国的历史 就试图看成为一个 由一个非裔的黑人 如何由奴隶阶级做到总统 以至到其他人的不同的抗争活动 非裔黑人是一个 然后在三藩市 有一个华人的历史博物馆 那用几十个博物馆来做 就是做回你想做的事情 那钱是否会比较适合一些呢 照计是服务不同的客源 你说好像亚布达比罗河公 当然他会很赌本 还有亚烈红级级的钱 是全世界有数 但他永远都是多客人 因为他真的是赌本 那些人 当然我知道九成的人 是不会逐件物品看的 他们都是因为打卡位 真的很多 这个是一个很现代的设计 就是他肯定每一件剪品 加上光线 折射 钱货左右 都可以打卡得很漂亮 这个是很另类的 但是你说的一件事 是很多主题 特别的管 是他有全新的设计 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某种观点的历史 但是因为好像我们 我 你的背景 或者被人洗惯脑 那经常都有些先天的抗拒 即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想想想 他想怎么办 那我想完他想怎么办 那我自然 就会先天做了一个 debriefing 我这个展区 你将这几个东西 放在一起 因为你会显示 500年前你被奴役 那我就会问 你是否真的被奴役 還是你先殺人 諸如此類 你對我來說我就會這樣看 但是你對一個如果沒有那段歷史的認知來說 當然他需要一個入門的故事 他才可以做一個反思 不然你憑空吹水就變成了網台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本書給我們的啟發 他不是純粹的入門客 當然他入門客也是重要的 普及教育是重要的 但是他希望大家看完之後也是反思 再貫穿自己的台灣故事 而這一點就是反思再去建立自己的歷史 我就覺得現在我們可以做的事 但是環境不是我們人力可以改變 但是能夠提供到的就是這個部分 你這樣說其實我有一個奇怪的想法 譬如說香港歷史也好 台灣歷史也好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這個典型是一個民族建設工程 你要重新去寫一個什麼是台灣人的理解 但是如果他現在純粹擺了出來叫做 漢德建的台灣史 我怎樣可以服用到台灣的這個 identity 其實隨時有機會他拆爛了 你看到台灣不同的東西 有些來自琉球 有些來自中國 有些來自荷蘭 那我就隨時變成漢德建的台灣史 變成漢不見 就是拆散了他 他歷史發生過的事 我想就是歷史 究竟你將他擺在什麼謀略就是人的事 舉例 譬如說日本統治那段時間的文物 究竟你怎樣演繹就是你的事 但是那些文物是存在的 這種歷史是存在的 舉一個最實在的例子 譬如說現在很多台灣歷史博物館 都會追蹤一件台灣的國寶級文物 就是台灣民主國的面旗 就是如果有一天不知道什麼 三長兩短 或者什麼不知道什麼 統一冬瓜豆腐 在北京的思維 這份東西當然不是很值錢的文物 但是你對台灣現在的政府也好 民間也好 這一面期是無價的 這個台灣民主國 雖然歷史很短促 但是他在人類或者亞洲 所謂的民主進程來說 是有一個里程碑 在台灣的主體性來說 也有一個里程碑 那麼他第一面期樹立了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於是那面期 一般台灣人都會認為是無價的 即是即使是藍營的朋友 他都不會代表面期的歷史重要性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 類似這樣的東西是多的 那麼這些東西 只要我們不斷把它告訴別人 它當時的價值 那麼你怎樣串連ABCD 這100件就是你的事 嗯 但是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在香港或者你用回香港人的 identity 其實又不是未做過 我最近有人跟我說 我忘記了是利物譜 我應該是利物譜 在一個工人抗爭博物館下 不知道為什麼 放了一個空間 叫香港空間 今年是開始放了下去 其實都開始大家有嘗試 把這些東西放出來 但是當我們在找一些 所謂的香港文物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首先你說到 就說好像文物通街都是 我們有很多自己的東西 但其實這件事 不是那麼容易去解決 因為那件物品有沒有歷史價值 前提就是它可不可以 引證它的論述 或者你想說的論述故事 如果不是的話 我家裏就變成收藏垃圾 什麼都放在那裡 但是現在不是的 如果我們真的要選十件紀念品出來的時候 那十件我們要放些什麼呢 尤其是海外的香港人也好 香港內的香港人 想重新再寫回香港歷史 那十件的那件物品就變得很有趣了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什麼物品 香港業格來說 其實在過去幾年 我是保持著每個月 都找朋友在香港寄一些文物過來 我當然要付錢 手購、熱手舖 有時候就託人家在鴨寮街那裡找 有時候有些二手書店 這樣有很多個寶物 其實文物真的有很多 至於你說是否存得齊 這個就是它你是一個演繹法 歸納法 有一種做法就是 你先看回整個歷史的脈絡 你先設計這些脈絡出來 然後又填洞 我認識這百件事很重要的 我每一件事都找一個有關文物出來走線 另一種就反過來 我有什麼就講什麼故事 其實這兩者到最後可能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後者一定會多很多人味 譬如說你家裡找找找 然後你找一百件 你覺得最棒的文物 可能是一枝牙刷 可能是你小學同學 跟你不知怎樣簽紀念冊 什麼都好 那你找一百件出來說完你的故事 可能跟你反過來 你在歷史脈絡 trace一百件東西 分別不太大 分別就是在於 可能你說 例如鴉片戰爭是第一件 那你不會有那個條約 中國政府也沒有 所以英國剛剛就展出了 但是你不會有那個條約 但可能你會有一些物件 是因為這場戰爭而催生的 那你也可以填到那個洞 現在其實我真的想做這件事 不斷在家裡找來找去 有什麼文物呢 然後說回故事 其實你發覺是很接近的 這句說法真的很囂張 很少香港家庭會在想 家裡有什麼物物 很多時候想到我家裡的雜物 譬如上一代的前輩 有時候有些過世之後 那他的子女就回去整理遺物 那以前那個做法 通常就是丟掉所謂不等小的東西 那後來發覺 原來那些所謂不等小的東西 才是最值錢的 譬如說我舉一個實例 我爺爺過世之後 他那幾個兒子 即我都開回來 整理物件 那其中一位阿叔 他就馬上拿了英女皇 登基的紀念的朗後鐘 那就是當時香港那些小朋友 沒有人都送一件的 那時候就好像不值錢 因為所有人都有 那這個朗後鐘 根據現在網上看 因為我真的想回答 接著那個開價 都已經差不多一萬元了 那其實在家裡放在一旁 是沒有人來的 很多老人家可能都有 但你真的要找的時候 就麻煩一萬起跳 那所以說其實很多家庭 都有很多寶庫在家裡的 特別是現在 真是希望大家千萬不要丟掉 千萬不要丟掉 如果要丟掉的話就送過來 你家裡長大 我現在全家都是IKEA 以色歷史 那是一個瑞典史 但你剛才說的部分 有另一個我們會想的問題 就是你現在想的那個歷史 有兩個向導 亦跟我們以前不同了 如果我們解釋一個 國立的歷史博物館 剛才就像你所說 我說鴉片戰爭 我是會找一些政府官方文件 作為那件寶物 但是你現在我們 或者我們想去做一個 叫做漢德建的歷史也好 或者台灣史也好 其實是很多這些歷史的文物 就要放在人裡面 其實歷史可以 是由一個無名無姓 一個不是以總督自稱的人 作為去寫歷史 反而這種比較民主的寫史方法 其實一直以來在香港 或者中國是欠缺的 我們一向學中國歷史 其實是帝王將上司 你不是皇帝不進入歷史 這個是很不合理的 彷彿其他人不是人 這個是經歷世界主流的 我們記得以前讀中 特別是中士 有隔步、月步 隔步是七成、八成 就是那些安史之亂 還有那些要背人名、背年號 那些 月步其實才是正常 西方歷史會教的東西 經濟史 就是什麼民間、文化 那些全城等等 但是以前是不考 中學那個概念 去考的就是有些安史之亂 那些人 那些人 但是剛才你說的 正在帝王物館上年 應該幾有月前 就有一個拆展 就在說中國清代的歷史 它是有鴉片戰爭之後 那個南京的原本 的原本 但其他很多就是民間歷史 譬如當時那些女人是怎樣穿衣 當時民間有什麼玩樂 那外國人來到中國 即大清智下的中國 怎樣去做生意 它主要就是在那個方向的 而它那個拆展 還用很多中國的dianetics 譬如有一派用廣東話的 所以其實它整個拆展是兼顧了所謂的 high politics 和low culture 而後者是更加重要的 通常在外國的歷史 一定是後者的 但香港 難怪特別是中小學階段 嚴重地缺乏這個視野 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後者是有結構的 前者也有結構的 但就變得很困難 你自亂輕衰 然後有延軍 然後開國 然後就輕盛 然後就會有雲變 然後就會倒閉 你講來講去就是這樣 但是通常真的不是這樣的 你讀經濟史就不會這麼簡單 就是你空放棚是怎麼來的 然後外國貿易是怎樣的 墨西哥銀元是怎樣的 就是那些你會覺得是像落地的東西 但通常香港就不講過那部分 但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歷史原因 因為當時我們中史 真的是那些國史大江史 我們真的有一班老前輩 是想著這樣去讀歷史 以及以前寫的春秋史 類似都是這樣的形式 所以這一種其實 我們解釋那個歷史的說明方法 某程度上也跟一些 我們怎樣強勁民間的人士 所謂的民主化過程 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如果我們讀的歷史 認為這個國家 這個地方的歷史 就是最高權力的人 的一生才是歷史的話 其實人生都很悲哀 就是你七百萬人的城市 只有一條一條的關係 但是你如果剛才那種 民間史的說法說得通的話 其實都對一些在外面看到的 或者一些學生來講 我覺得是很大悲哀的 似乎是他們的生命 現在就不是 我本來有一件文物 應該是不見了的 就是我讀會考的時候 怎麼讀中士 我是把那些文章 變成一個公式 因為我心裡覺得 就是太過重複 又重複 你什麼朝代又有這些問題 然後又有幾個因素 你知道他們的改捐 是根據標籍的 那不是那些文件四起 什麼經濟的崩潰 那我就弄了一個公式 然後就朝代什麼 我記了幾個公式 基本上不需要讀任何細節 那些文章 現在可能不見了 但我覺得是值錢的 因為真的覺得很顛覆 當然是值錢 因為你當時這樣拿一條A 你根據公式 你沒理由真的跟他去背書 浪費這樣的青春 但是剛才你說的事情 是對我們現在 無論是海外的香港人也好 你怎麼去掌握了你心目中的歷史 是重要的 即是你當權者 就算你不是說現在 任何國家 他都有他想說的歷史 那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你怎麼可以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 保持你認為重要的事情 實物是重要的 即是這本書 或者說回阿石博士的訪問本身 他作為一個在歷史博物館工作的學者 他當然是很希望多些人看 多些人去到博物館 博物館不要變成一個趕客的地方 而整個方法其實都是適合這個意思 你有些實物 大家看慣了 那你才有個景點去 如果不是你連打卡位都沒有 那你真的沒有人去 但是下一步 他真的在想 如何將這件事普及 令到大家覺得歷史是relevance relevance是個鍵點 而在我們現在的時刻 如何令到我們覺得 六七暴動的報紙是relevance 這個是重要的 如果不是就是一本書 所以你如何將一個蒼白的歷史文 變成一個有血又有故事 就是這些書給予我們的討論 所以可能我們可以 我們同時都在想這些概念 如何將這些東西變成一本書 或者變成一些虛擬的博物館 當然慢慢長老 但是真的身邊的朋友 有不少這些東西 特別是我舉例 來台灣很多前輩 然後他們家裡那些放在地上角落 那些什麼像 原來當年那些金證獎 金證獎 奏禮金曲 你不會感覺到原來是這樣的 你那時候上台拿著這一塊東西 但是 所以其實有很多寶物 真的在我們身邊 真的不要浪費 開館 開館 台灣地平 我經常這樣想 開館 一起 香港 台灣 再加英國 我猜應該是有趣的 其實如果今時今日 在我們 大家個個都 在全世界不同角落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其實歷史放在自己上 以及放在政府上 原來可以說出來 是兩個故事 以前沒有覺得那麼厲害 不過近來我們就感覺到很好 為什麼 在7月21日發生的事情 可以是兩個故事 是的 還有有時候你發覺 就算政府想說 官方歷史的版本 他以前也不是那麼珍惜文物 我舉個例子的大公報 就是我一次在二手舖那裡 找到一堆大公報英文版的 原本的archive 然後我才知道原來 大公報自己是沒有收藏的 這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事情 我不說政治立場 諸如此類的事情 他為什麼可以沒有收藏呢 然後我再想回其他報紙 因為大公報有明顯正前色彩 你知道他代表什麼 但原來中間還有一堆報紙 他整理了那些 他是所有的archive都沒有的 這個是很嚴重 所有的archive都沒有 那你怎麼去找回那時候的東西出來呢 譬如那時候香港現在是右派報紙 現在市面上沒有了 那你怎麼找回每一天的東西 美國的archive都很完善的 但是香港以前我們沒有這個概念 那現在有些地方不能進去 又不能看到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去 所以是一個搶購歷史的過程 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這個也不明白 其實我們看到香港建制派也好 親中團體也好 其實他們有自己一套歷史 但是他們經常不保持一些歷史文物 又或者建築 另一個其實可能大家不太留意 其實以前的培橋中學的建築 是非常漂亮的 那四合院建築 最後其實是今時今日的建築物當然沒有了 拆了就變成其他東西賣掉了 但是它裡面的相片、建築特色 它是怎樣規劃的 其實是由一個中文大學的 不是那麼建制派的教授 是把它整個記錄回來的 所以反而這些所謂的文物 我們以前不知道為什麼 一些人是喜歡扔東西的 我懷疑我們香港人都真的喜歡扔東西多 土地問題 他們現在是這樣說的 其實還有一些原因 比如你說親共產黨的前輩們 永遠都有一個概念 留任何黨案都是危險的 你怎麼知道你會被人握回舊帳 誰當權 然後有什麼事 他們有很強的自保意識 所以就要扔東西 土地問題是另一個原因 但是譬如說英國、美國 你就會相反 你看到很多家族史 他們保持得很好 那些人不是什麼名人 但是他們家裡有一個角落 那當然土地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他們不是問題 但是那個角落 就是擺滿這些家族的archive 我太爺的時候讀書的證書 就在這裡 他們是很普遍的 例如英國 我最喜歡走的二手舖 Oxfam 他們經常都有一些民間歷史流出來 可能是誰搬屋 誰擺出來 走一百多年前 誰當時的少女 浴照 很多這些事情 但是香港甚少大家沒有這個傳統 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有時候想構成自己一個家族 一個家族 一個家庭的 identity 其實我們這個年代 去構成家庭的 identity 應該是有趣的 因為我們大概是第二三代香港人 根據呂教授所說的 所以我們沒有以前那種強大的家族事觀 除非你是一些內地 而且是很延續性很強的家族 按這個道理去看 其實一個自己的私人博物館 或者一些民間自己 把一個社區的博物館 某種程度上很容易建立了 identity 你就解釋到另一種建立 identity的方法 就是先有家再有社區 那才有其他 就不是現在 其實有時候不需要搜尋到太高的 可能已經有很多朋友正在做的 我記得在這兩年 有時候探望了一些二左民的朋友 他到他家裡也是一個小型博物館 他一定會把他認為最重要的東西 擺出來 裡面就會有很多他的故事 他不會刻意拆展 即是不會直接標籤 不知道哪年哪年 但你會感覺到他是在說他人生的故事 那已經是一個很微型的博物館 那你一個一個 其實你再去看 那就變成了實力成球 館是一個可以是很虛擬的概念 即不一定有一個 entrance 不一定有一個門口 有什麼東西 但是你可以有一個實質 我覺得這個 essence 是正在發生的 也都值得再一步鼓勵 所以大家可以聽這個訪問 看看台灣的朋友怎麼做 也都看看我們什麼時候有香港版本的 這些無論是虛擬還是實體的館 那不過我們在這個書後面 也放了一個台灣的歷史的年表 就是把這30個物件放到歷史的這個年表裡面 看到這個物件是可能 例如說有一個物件 它是反映1874年的牡丹色事件 或是有的物件 它是反映在更早時候 清朝同時台灣的時期 所以當把物件放到這個年表裡面的時候 我想讀者們可能可以比較理解說 這個物件大概是在台灣的歷史上 那個時代出現的 所以我們請不要看